咖啡机高速的运转声 杯碟的碰撞声 再加上门室的咖啡香 在去年9月起 不为商识30载的老友 Elise, Chris, Akin, Phong和阿沈 每个月总会有几个晚上聚在一起 在位于旧粉丽发院的添饮咖啡馆 开班学充咖啡 事先声明 这个不是例子的中年创业故事 而是关于移民去与留的现实挣扎 我们首先听听做校长的Elise怎样说 香港环境的气氛 令到大家都可能很不舒服 都会有担心 所以就有小朋友 所以就先请小朋友离开 一个个去读书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 我们是不是需要呢 因为小朋友过去 没有理由分隔两地 我们会预计 过去未必做到自己的本堂 所以就想 本堂不意外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学习 或者是有些技能呢 朋友圈里面大家一起讲起 知道英国那边文化都很多人 就是喝啡是一天可能喝几杯 那会不会这个都是我们发展空间呢 在而言起行 Elise 想起开咖啡厅多年的老友阿沈 一于毫不客气 侵门搭步祖团去拜师学艺 而身为爱妻号 同样都是校长的Chris 当然以不用时陪着太太一起学冲精品咖啡啦 但越学下去越发现学海无涯 她又有没有为自己一家留有退路呢 应该都不会留退路的 这里的困难都不会比那边多的了 还有你做好评估 也都要预期不是你想象中 或者是香港解决问题的人事物乐啊 你在香港你可能会想到一些人可以帮到你 在那边我想都会相当困难 至于他们的朋友Kean 原来同样都有移民的计划 但由于Kean的亲人早已移居英国 而且在那边他住得一手好送的姐姐也想开餐厅 所以他对移民前景的忧虑就比较少 他有想过想开餐厅 他又觉得那边如果只是只吃东西是不行的 很多人喜欢喝东西的特别是咖啡 他又知道我又在这段时间可能没什么做 他说会不会去学一下呢 所以我就幸运又认识阿沈了 哈哈哈 可以教一下我们 主张移民的当然希望未来更美好 但主张留港的阿方就说自己和丈夫没有小朋友 加上家里又有老人家需要照顾 所以移民对他的誘因并不大 真的会觉得出到去很害怕那种移等公民的感觉 还有去到任何地方都有种族歧视 我常常都觉得不是说你在香港一定差 或者你去到外国那种种族歧视 或者生活那种模式 我真的未离开过香港生活 我游说到大家在香港 是不是划走就一定要走呢 至于身为师傅的阿沈 亦同样没有移民的打算 因为牵挂太多 而当问到四位徒弟兼老友的冲咖啡技术 阿沈更加直接了当话完全不看好 这批学生夹月丙丁里面来说 其实他们的想法我第一次听到来说 No 了 其实不是那么美 我觉得未必四人夹月丙丁 可能夹月 可能会加快他们的速度 等到他们四个正式埋位练习冲咖啡 好美的拉花 饱满的奶泡 浓淡得宜的咖啡 当然就好似阿沈所说 痛痛欠逢 换来的是牛奶乱飞 拉花就养 咖啡都差点倒在地 虽然大家哈绿不断 但是货真价实的笑声 的而绝确充斥在这个小小的咖啡厅里面 促见这帮中年人在移民的挣扎之中 仍然有保持乐观 AM730的读者朋友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 我再祝大家身体健康 远离病魔 咖啡都差点倒在地 咖啡都差点倒在地 咖啡都差点倒在地